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莫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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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收唯士信 满分亲近者 菩萨是彼说 利乐诸有情 我等众弟子 文师修道果 师则自他利 正念真实意 信受并奉行 自修为人说 提解涅槃性 正觉大菩提 人生精以德 佛法精以闻 得身心远离 只观常为行 请 请放长 各位主席 阿弥陀佛 好 很高兴堂上多来几个人 我觉得已经过了好久 堂上都是几位忠心的护法众 难怪基金会说还是要实体的课程 不过我自己心里面自我的心理建设 是慢慢的接受 就像我曾经去新拉坡见空师傅一样 他说 那个时候每堂课程就是像空中大学那样子 就是一个摄影棚 顶多就是一个老师的讲习 底下就是一个沙发 然后顶多就是做两三个 加上现场负责摄影 以及副空师做系统操作的人 这样就可以进行课程 我想透过媒体来教学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 越来越有他必须这么做的必然性 所以经过这段时间自己的调试跟学习 我觉得可以学的东西更多了 也慢慢看到各种学习管道在各个领域 尤其自己也参加了很多出版社的一些座谈活动 也都是线上进行 发现由线上所进行的课程 只要你对你所学习的主题本身有相当大的黏着性或者是兴趣 或者是专业的认同度 我觉得更可以引发出主动学习的意乐 我觉得是这样 加加上你自己主动学习 所以你自己充分的准备 可以跟讲者做很多的配合 我觉得在线上教学不比在尸体课程上教学效果来得差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学习的动机本身是重要的 学习的动机 学习的方法 引发出一定相当程度配合的学习的态度 这样子再加上自己课前的预习 课后的复习 这样子前中后善配合起来 常识的自己在生活当中去做实践 定课当中去做修持 我觉得确实做到如吴正老师所说的 佛法其实应该体现在你生活上面的幸福 就是生活当中可以应用 然后在初时间到的一些修持上面可以有静静 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可以真实去验射的东西 所以真的很希望各位不管学什么 就是由佛法所体会的这种教跟学应该有的观念 态度跟方法 其实你用在生活当中学习的任何领域 不管是世间法或初时间法 乃至于应对进退之间 在人际关系之间所要学习的课题也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好 每到的礼拜六啊 礼拜天 都有一些不同于周间的 我关切的一些电视节目 每次看了那些节目啊 心情就会非常的 不可避免的沉重 这样昨天呢 就花了两个小时 今天早上又 又看了重播 我喜欢看那个陈文倩的世界周报 因为难得啊 在台湾难得有很好的国际新闻的节目 只要报导国内的岛内新闻 我其实兴趣都不大 整个国际局势啊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普遍 岛内的这个居民 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们 对于世界发生什么事 其实关切度普遍度不高的 我今天开场用两个例子 也是从世界周报中听到的新闻事件 我来比对一下 一个就是阿富汗 阿富汗这一个礼拜 算是美军撤离阿富汗满一周年 他就回播了一些 当时美军撤离仓皇 以及乱糟糟的样子 其中有一张照片呢 就是美军在阿富汗占领区的最高将领 一个少将 在黑暗中被拍照 离开 因为他身为将领嘛 最高将领 他就 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 因为这样子上了新闻 就被拍的照 PO出来 在他上飞机之后呢 最后这个撤离的飞机 到达美国的目的地之后呢 那个 起落架放下来 发现在起落架的那个舱间 有好多个阿富汗人的尸体 那是当时起飞的时候啊 一些人爬到起落架上 然后跟着起落架收回起落架的舱 舱内被击见整个夹死 就直接夹在里面 心中一揪啊 我觉得那种 那种 我明明知道那是无力感 可是无力感 会感觉到那悲伤 还是很真实的 然后呢 那整个新闻接下来 因为他是 直接引那个国际新闻的片段 简介下来的 其中就有一些 因为我本身是听得懂英文的 那翻译的也还可以 那段新闻报导的事情是 其中我取一句 取一句话来跟各位分享 其中谈到的一句话就是 经过一年了 那个记者本身的观察 他说 他看不到 占领的塔利班政权 到底要把阿富汗带到哪里去 整个阿富汗贫穷到 因为整个国际对他的金援 是已经都撤离了 所以 全部阿富汗的人是非常非常苦的 然后呢 可是 在那周年庆的时候呢 却拍到 阿富汗人全副武装的 还是以战斗为 生命的首要任务那样子的 在街上游行 坐着车子啊 然后 满载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穿戴全身的军备 然后呢 在那边 直高气昂的 可是 镜头回到民间 民间 民间却是 却是 为了要讨要一块 饼干 不是 就是烙饼 得要在那边排队很久很久 然后 大人小孩在那边 可以感觉得到那种生活困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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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就浮出来一个 其实也是记者说的 为了民族主义的 光荣 却不顾民生经济 可是同样的 阿富汗是一个 在 各方面都 落后的民族国家 我称为民族国家就是 他们的民族意识形态 在高过于一切 人民吃的饱舍不饱 其实 他根本没有 主政者 其实没有 没有切身的意识 真的 如果当一个政府 不照顾老百姓 老百姓真的得要自求多福 确实是这样 在一个落后的国家 姑且是这样 但是 在一个民族先进的国家 会好到哪里去吗 我 试着做一个对比 然后呢 在 隔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 镜头就报导到 英国 各位都知道 英国的前任总理 强森已经下台了 而且是被逼着下台的 那目前整个英国来讲 强森所在的保守党 还是主导势力 因为他们 六年来主导的 整个脱欧的计划 也完成了脱欧的公投 也表示说 整个英国 对于脱离欧洲 坚定 大英国协 当时他们是 在全球非常大的殖民国家 他们还在 他们的保守设立 因为 强森所在的党 是英国的最大党 就是保守党 他们保守党的意思形态就是 以英国人为最优秀 好 那不要说什么 在保守党 强森还在主政做总理的时候 他旗下有一个 财政大臣 是一个非常好的 可是财政大臣是一个印度裔 从长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是标准的那种 轮廓很深的印度人 皮肤是有黑的 可是 国际上 如果有关切国际新闻的人 就知道 这个叫苏鲁的 他的财政政策是非常 非常 有先进之明 也因为他在强生内阁 主导财政 所以让英国的财政不至于像美国那样的坏 那这一次强生下台之后呢 还要讲一次 这位财政大臣也是逼 强生下台的几位内阁 内阁阁员之一 而且听报导上是带头辞职 他辞职之后呢 接着一堆内阁阁员就跟着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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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辞职嘛 所以他算是一个意见领袖子 但是 他这一次就参加了 总理的补选嘛 那么在最大党的保守党里面 就有三四个 那他算是突出最后的两位之一 另外一位是女性 叫做特拉斯 单语神志这样 在台湾的新闻是这样说的 这位女性 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好 重点是 她一头金法 标准了安格鲁萨克森 就是他们大英民族的 被称为正统的基因 但是 跟她一块竞选的 却是财务大成这位印度裔 深 非常深的脸孔 有黑的皮肤 很典型的印度后裔 可是 我从小到大 尤其我在工作 我在 我的两个外商公司工作过 那两个外商我都曾经跟印度人 印度的外籍经理人 尤其当时 香港区的 这个 总管 就是我们最高的副总 他本身就是个印度人 我所接触过的 在商场上的印度人 都极其聪明 非常非常聪明 我的数学算是好的 可是 两次我到香港去开会 跟这位 我们的 就是亚太区的副总 开会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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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是天才型的 优秀 他听那个 财务报告 根本 不用拿去证计的 心中就可以自动计算 盈亏得失 他指出什么地方有问题 他甚至可以讲出 在他心算当中是几%的差异 那种优秀 不只是在智力上优秀 在工作经验上优秀 我就可以想像 我就可以从我香港的老板 的经验 想像到 英国国学 一起跟特拉斯竞争的那一位 好 我要讲的是 这个财务大臣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但是 在 党内的选举以及 最后出来就是最大党 最后两个竞选 可是 经过民调 声音好小 因为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发动我的声音 所以在 我们一般所 看法里面 整个英国人全体来讲 比例上 应该要比较务实 对吧 你说阿富汗民族主义旺盛 能够牺牲民生经济 就姑且说他们的 整个阿富汗的民族性呢 是比较保守 比较 宁可要 那个民族主义的那种优越感 对吧 把美国人赶出阿富汗 自己主导 尤其那些主导的人是塔利班那种 那种 攻击性 那种排外性 那种民族性 那种意识形态 旺盛的人 你姑且这样的认知就好了 可是英国好到哪去呢 明明白白这位财务大臣的能力是优秀的 而且解决当今整个国际 每一个国家都是高通膨 预估这一年 英国的通膨会两数字 13%以上 那个很严重的 可是 这位女性的 竞争者 却主张减税 各位懂一点 懂一点 总体经济的人 就会知道 在高通朋友们的情况底下 减税是非常不当的 你去减税 乃至于印钞票等 增加货币的供给率 对整个总体经济来讲 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这种愚痴的政见 却凭着她金髮的外表 白色的皮肤 召唤起保守党多数的 大于民族主义的优秀感 68%的民调支持率 显然的高过于 这位印度裔 深邃的脸孔 黑色的皮肤 典型的印度籍的外表跟基因 可是她是 你们知道印度裔很多人 尤其是家里很优秀的人 根本就是小小的 就已经带到英国培养 所以她整个培养 是在英国那种优秀的教育底下培养 培养长大的 而且实际上她的政绩 也证明她在国际间的 国贸经济上面的 在税务上的表现 财政上的表现都是优秀的 是吧 好 在这种优秀的表现 请问你一下 整个英国多数的民众 却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在民调上投他 百分之六十八 将近七十 是一个三七比的比喻 表示有百分之七十 宁可愚痴的 不管这个人有没有能力 而只是因为他的基因 是我赞同的民族主义的优秀感 而去认同这件事情 却明知道他的政策 会把整个英国的经济搞垮 都还是宁可 用他的投票支持 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完全不理性 完全不理性 所以不要去批评 阿富汗那样的民族 为什么民族主义会凌驾过 其实美国在阿富汗经营的过程当中 他至少有国际经营 至少有美国这样的国家 虽然美国人其实有他的民族优有感 他其实是 对阿富汗来讲 那种民族自尊心是不能够被尊重 但是至少大家生活过得好一点 所以我就在问 那个民族主义的优越感 那种却在生活上得不到幸福感 在理性上何者为重 我不晓得各位学长会怎么样认为 我不晓得 至少我对我妈妈来讲 我觉得 在他不晓得还有几年日子 可以过的这个 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当中 他想吃什么 他想去哪里 只要他走得动 只要他愿意走 我都愿意陪 哪怕吃东西 吃东西 我已经对他的食物 已经不再会进 进什么高档过程 不过他本身个人的健康观念很好 他知道他自己有那种痛风代谢的这种问题 所以他对于那种花生 他很爱吃花生 豆类的产品 他都会自己控制不吃 他每次吃饭都是爱把那个 高汤搅在饭里面 高汤各位也知道 是高普林酯的 因为他的饮食习惯 所以造成他的关节 本身老了就退化了 再加上普林酯堆积 不容易代谢掉 所以就有这样 那医生告诫 加上我控制他的饮食 所以他生活过得非常的郁闷 很不幸福 可是最近我的食物控制的习惯改了 他喜欢吃花生 其实我也爱吃的 你知道吗 就买来吃吧 只是说 妈 我们就控制一点 每次吃了 就规定十颗花生 有节制的吃毒药 因为基本上我们还在 还在固定每天用 用那个 用那个 医生开的厨房 我们每天有吃厨房 这个是差 差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对我妈妈的照顾呢 现在反而不注重医学的祖父 对医生的祖父 我已经不看重 我反而比较看重 他现在有没有幸福感 明白吗 同样的道理 当你是阿富汗人 你觉得你会选择 有一个美国这样子的外民族 在控制我们的政权 然后给我们日子好过一点 还是让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塔利班 来主持这个政务 可是我们的国家经济搞不好 根本 那些人不是搞国家经济的材料 一年了 整个阿富汗还不晓得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国家 还在那种 他的国内已经没有敌人了 了解吗 可是那些游击队出身的 那个塔利班的那些 那些护持者 却还是全身武装的准备战斗 的情况底下 活在那种 战争 斗争 游击队 的那种 对抗意识形态底下 而活着 对每天 很实际上面的 经济上的幸福感跟满足 却不注重 整个民生凋敝 但是 反之 在教育程度普遍高 普遍高 普遍高 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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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好到哪去 或许 通膨的数字 是一个概念吧 可是你买东西买贵了 对吧 尤其整个欧洲现在 非常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那整个石油天然气 你知道吗 已经涨了五倍多 你开车子去加油 那整个运输成本之高 那运输成本转价到你所买的货物 买的货物之高 已经涨了13% 你知道吗 我们这种 称不上小康家庭 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嘛 就是靠着存款的一些利息 都是很少的 现在利息大概都是 能够到2%都不错的 这样子的生活 很刻苦的活着 就知道这种生活 能够有一点幸福感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却这个东西弃之不顾 弃之不顾 宁可投票选择一个白皮肤金头发的人 明知道这个人上台 不过又是一个女版的强身嘛 只为意识形态的跟欧盟叫嚣 那英国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这些比较了解国际局势的人 像我们这种知识分子 一看就知道心中会有哀伤 而且欧洲美洲共同会担心的事情是 这样子的一个保守派的民族主义 一上来一定会压制爱尔兰跟苏格兰 因为他们本来一直要跟英格兰要闹独立嘛 那现在虽然独立不了 那么英格兰也还是会压制那个爱尔兰 就是边防上面的一些决定 爱尔兰在全球也算是 也算是一个有势力的民族 根据我所听到的新闻 曾经被暗杀掉的甘乃迪跟克林顿 都是爱尔兰裔的 所以也就是说爱尔兰裔在美国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势力的民族 所以这种影响力会让美国不能够做事不管 英国兰去压制爱尔兰 来自于苏格兰 苏格兰是比较更小一点 所以他们闹独立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我的意思是说 整个国家主义 整个民族主义的那种优越感 那种意识形态优先 高过于理性上的考虑 居然会这么的明显 这么的非理性 那我谈这半个小时这段话 我要讲什么呢 给今天这堂课 讲表达我的无力感 你觉得你们的理性够用吗 你觉得我们现在普遍学佛的人当中 去寻求无理头的意识形态的满足 或者某一种本能上我执跟法治的满足 是不是高过于理性上正见的自我思辨 我现在现场就问你们每一个人 你们觉得你们的理性的功能 是不是高过于你们我执跟法治 情感上 以及某些意识形态非理性的想法 请问哪个力量比较强 我心中有个悲哀就是这个 我觉得如果连学佛很久的人 他们的非理性的自我坚持 还是高过于他们的理性 我并不是认为 人应该只是理性的存在 我并不认为 我认为感性很重要 可是理性为先感性的平衡 是透过理性为先的如理作义 明白吧 才能够替 才能够替 多数人都是逞着自己的 沉浸跟情职过活的 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世间跟初世间 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 就是初世间法 一定是以如理作义为先 所做的抉择 世间法 一定是以贪嗔痴为先 所做的抉择 而贪嗔痴本身就有理性的 沉浸跟情职 明白吗 我本身天赋异禀 或许我本身的理性能力 就一向比较强 但是 连我理性能力这么强的 都有很多时候 是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 我自己会警觉 可是多数的 所谓的死老百姓们 我不特指哪一群人 其实我们都是所谓 还在轮回道的死老百姓 我经常是这样自称的 我们这些在轮回道上 做一个死老百姓的人 你自己有没有每天 端身振作 自我审查 我一天的念头 有几个 有几个是非理性的 由我执跟法执 由贪嗔痴所主导的 有几个是以如理作义为先 以正见作医子 所做的抉择 你每天有去审查这个东西吗 多数人可能会比较在意的事情是 我过得快不快乐 我过得满不满足 可是快乐满足等这些幸福感 老实讲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一些非理性的曾经跟情职的需求 来自于贪嗔痴欲望的满足 同意吗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贪求的东西 不能否认 真的不能否认 你每天在订课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静下心来 孩子是心里如意的 把你订课的仪轨 该有的念诵 该有的礼佛 然后把他拜完了 然后把他念完了 然后把他那个功课的时间熬过去了 是不是就算是你完成一堂功课 你每次做课的时候 你每次 这还是指那些有做定课的人 你的定课 是不是只是行事主义 还是透过你那些念诵啊 拜佛啊 乃之内知观修啊 有自己在做内政思维的检讨 去审查过你这一天的起心动念 到底有多少 还是跟你的我执法之相应 还是跟你的成见情之相应 还是跟你的贪嗔之相应 有多少 是跟无常苦空无我的苦地法性相应 你有没有审查过这个事 你有没有审查过这个事 嗯 嗯 我们从 比较密集的学习音明亮论大概是五月以来 到现在也算是一季 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这一季啊 我的心情却有无比的 失落感跟无理感 我当然是责怪自己教学的方法不对或不好 不适合 以及我不熟练 毕竟是我初次 把易明亮论这么 大家认为难的东西 拿到课堂上来教学 我当然 做了很 很长一段时间的铺牌 我记得我还略略的把 西洋中史讲 后面的四讲 大概做了简单的导读 而且一直不断地说 西洋的理哲学所谓的逻辑 跟印度的英明 为什么我们在五明三巧当中 会把英明纳进来 当作学佛的四个世间法之一 那所谓四个世间法就包括英明 生明嘛 公巧明跟一方明 那为什么偏重逻辑学的英明 会被五明菩萨道 纳进菩萨从五明中求 的四种世间法之一 为什么他的重要性会这么大 为什么印度在中后期 会重视印度本身自己 所流传的偏逻辑学的 英明学跟量论 其实我也自己挣扎很久 我在要不要引入这 相中视讲 要不要着重这四讲的课程 我其实在上课前 以及一直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其实内在做自我对话很多 直到前一阵子 线上都还在的 显音学长 很明白的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他问我说 我们学佛好好的学指观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学英明跟量论 甚至不止一位学长 台湾的学长 跟我在社群网站聊天 谈到话 他就跟我老师讲一句话 他说 廖老师啊 我知道你很努力的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 他觉得并没有被我说服 非要学习一鸣两轮不可 我就 打开天窗说亮话 直播的学长 我看不到你们的回应 就堂上 以及线上的学长 你们就老实的表达 各位都会做回应吧 在哪里啊 在你的room 如果是电脑画面的话 是右下方 右边数来第二个 回应栏 然后呢你会看到有个举手 你会自己去学习 一鸣亮论这四讲 乃至于去找很多的参考资料 自己去批读 自己去自修 自己去学习的人 请课堂上的用举手表达 请线上的学长 也一样按回应中的举手来表达 就是老师给的资料 有自己的原因 甚至 甚至的 那个也算 如果你有这样真的去做 我贴文 你们真的会去读 我所给的文献 你们会自己去找 乃至于自己会去独立 找很多相关的文献 自己去补习 自己去专研 会这么做的举手 我们老实的面对吧 那不举手 其实不会伤我的心 我只是知道一个事实就 就好了 对 你只要 你只要自己真的会去 研究这个课题 而且心里面会生起 对这个课题本身的一种重视度 OK 了解 OK OK 涉入的 涉入的 广度跟 深度不济 至少你曾经被了起 会去 读我的贴文 会去找资料 会去想办法了解 很多人跟我讲 很不好了解的这些东西 傅明是本身做导读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很多资料 确实从他导读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找很多资料 我一直说他是很用功的人 Johnny本身也是 是个导读人 所以他举手也是应该的 如果他不举手也怪怪的 那么 好 其他的 呃 没有举手我也觉得 诶 奇怪 今天是不是有人没来 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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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宾学长你居然没有举手 威宇学长有没有来啊 厉宾学长好像也没有来 加拿大哪位 丽宾局长 你为什么没举手 我觉得你至少 应该是举手的人之一 廖老师你好 我觉得我没有 就是我看了那个 慈罕老菩萨 那个导读的 就是讲的 那个相中史讲 最后一讲 但是其他的 后面的视角 我没传看 您那个 您那个 发的那些 有时看有时没看 忏悔一下 但是你是怎么在 你是怎么会提出很多 我看起来你的回应上 你是很关切这个话题的 我是不懂 所以就会问老师 有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下 就像您说 导读那样慈罕老菩萨的 我就会去看最后那一讲 最后那个 赵宁学长讲的 那个四个 那个 我没有看太懂 所以 我当时也没太用功 感恩老师 所以你只是 就我们所提供的 这些资料 很简单的 就你个人的直觉 去理解就是了 是吧 对 完了我就 我就根据您那个 讲的 完了我就理解一下 可能还像您说的 还是在那个文具意义上的理解吧 可能更深度的理解 还是没有的 好 那 维宇今天没有出席 所以没办法问到他 我也认为他也应该是 会举手的人之一 好 那大家把手放下来 我大概知道了 所以我的感觉 其实就是这样 比例上不多 其实很可能 很可能 即便我们不是进 英明亮论的范围 即便我们是在 前六讲 这些经论的范围 在批读 在开讲 在 导读说明的过程当中 可能 大家也不会是主动学习的人 所以 简单讲 我们 当今在跟着 听学佛法的人 多数人的学习习惯 都是属于被动学习 听到人家讲什么 就自己能够理解的范围 直观的提出疑问 能够稍微有一点明白 大概就过去了 所以会引发你们自己去主动 批读 至少老师或者是相关学长所提供的材料 乃至于自己主动去找材料去研究 这个人 这样子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阿富汗会那样子 我也不意外 英国人是这样 因为我 照我来看 台湾岛内就怎么样 多数人 这个世界的多数人 从我看佛教史 从古道经 我是一个很喜欢历史的人 所以从古道经的这个中国历史 我也一路读下来 读下来之后呢 我就看到人类的历史总是重演 总是重演 重演什么呢 多数人的不觉悟 决定了少数人 共业的命运 所以其实我从小 当我了解这个事实之后 我就对所谓的民主制度 我就对所谓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就是多数决嘛 每个人都有一票 然后呢 每个人投下自己的赞同票 然后呢 看多数人赞同哪一个主张 或哪一个选项 而做共同的决定 我曾经 我现在那个李老师不在现场 我曾经跟李老师谈到这个话题 李老师就跟我谈 他认为 他对民主主义的理解 他说 每个人都只有一票 这是不正确的决定 我就说 这个是民主主义制度设计底下 应该叫做Golden Rule 就是黄金定律才对 我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李老师他说 每个人的自娱闲效各有不同 你让每个人都共同有一票 可是百分比比较多的人 都是偏愚痴的 所谓愚痴并不是智力上笨 就是一个比较有意识形态做主 比较以自己的欲望为先 这样的人的比例 在人群当中是占多数的 如果都以多数学来决定共业的走向 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完蛋 所以为什么朝代在和平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做朝代的更替 就是那些被压抑的有志 有志之士 就会起而做反抗 起而做反抗 而得势的那个朝代呢 就因为和平太久了 慢慢就会保守化 所以永远这意识形态 左派跟右派的对立 那是没办法避免的 所以我就 我就得出了一个 我自己的三个无力感的来源 一个是极端气候 一个是意识形态对立 一个是贫富不均 这三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只要是人的存在 这三个问题就一定是存在的 所以你要设法解决这三个问题 唯有透过人心的教育 可是人心的教育 依我从事在基金会 从事这二十几年 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佛法要能够在这个世代兴盛 几乎是不可能的 真的 我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但经过我这二十几年 在这个平台 在这个舞台上面做了努力 我真的承认 末法是必然 灭法是必然 佛法消灭于这个世间 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这个结论老实讲很悲哀 但是无能为力 可是呢 我们就在这个必然灭法的未来 走向未来的过程当中 做当下现前自己能力之内的努力 这边标示王文举手 黄学长 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吗 不是的老师 我不会放下 我放下几次都没放下 这样子吗 他不就是按放下就好了吗 不知道 我刚才完了又是 跟错了 好 那我知道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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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放一次 OK 我以为你有话要说 我刚才问过了 怎么又上去了 OK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又举起来了 你刚刚已经放下了 你又按了一次了 对对对 现在就放下了 OK 好 没事 这就是大家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这很有趣的 好 我谈这个心情干嘛呢 我其实并不是要反对民主主义 民主制度 我其实并不是要反对这个东西 但是如李老师那样子的人 如我自己亲自的感受 就知道 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只有一票 对吧 可是多数人做的决定 决定了我们的工业 明白吗 所以 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想法 去做尽可能的传播 跟说明 其实你只是摆在心里面 做之了憾 我要说明的事情是 声闻秤之不可行 因为根本没有自我解脱这件事情 因为即便是一个身为人的修行 都需要依赖什么 都需要有尊重修行人这样的一个风气 为什么我尊重修行人 是因为我好要修行 但是我现在目前的身份跟地位 以及我的处的环境 让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说我愿意以我自己有余的能力去护持 我所认同的这个典范 明白吗 那这个典范也愿意发什么心 发说 他一旦解脱成就之后 他会回来教育以及陪伴 带着我们 慢慢地成就我们的解脱道 是不是一个互相彼此需要的关系 也唯有这样的关系 这是佛陀当时留下来 给他的常驻弟子 出家法师们的一个交代 虽然他也预料到 这个世间必然走向灭法 可是他仍然交代 他的常驻法师弟子们 应当要这样子来信受奉行 若我相信大乘是佛法 大乘是佛所教 是佛所交代传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这个任务执行 几乎是很难对抗 人类自取灭亡的必然性 明白吗 所以我们所做的努力 其实是一个根本无法成功的努力 可是我们却能够让自己的努力 影响跟我们这些主张 信仰相同 有这样的种性跟善根的大众们 对不对 直到下一次 弥勒佛再来 龙华三会 他会度尽所有其他 还没有被释迦摩尼佛的佛法 能够度的这些大众之外的其他人 这是我们的传说 那贤结有千佛 如果照这样算 那命那佛下一世再出来 就没有世间的众生吗 各位不用担心 没有众生这件事情 所谓有缘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有缘就是我们的种性 我还是相信众生会成佛 其实众生没有不成佛的理由 可是众生为什么不成佛呢 是因为自作障碍 因为自己不学 自己不培养善根 不栽培种性 乃至于半毁佛法 所以永远跟佛法没有缘分 所以他永远走世间法 乃至于走外道法 去追求他自己的 自己定义的幸福跟快乐 我们看到世间就是这样 所以你没有办法将你所信仰的佛法 说服给每一个人 我承认这件事情 但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 但这个努力是必须要做的 懂吗 因为我相信 有跟我具备同样上根信仰 以及这类种性的人存在 那这类人需要有人传播佛法 去让他们入道 让他们找到他所要学习的那个东西 就像今天各位会来听学佛法 虽然你们多数还是属于被动学习 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样子 可是至少你们有那个上根 有这个种性 愿意学习 了解吧 所以教学以及分享佛法的人 老实讲他的努力就是做什么 就是把自己实际的经验 能够说出来感动 以及推动那些愿意 而且相应佛法的人 让他没有栽培上根的栽培上根 栽培上根的能够成熟 成熟的而能够正果 正果而能够究竟 对不对 再让那些就近成就的人 能够倒架此行回来 继续救度那些与他有缘的人 这叫做成熟 佛法的成熟必须要靠这样子的一个 如来不断把他的誓愿力 把他的善根力 把他的种心力 反复透过 反复透过分身无量 大家传承这个努力的棒子 而能够得以成就 所以 唯有大乘 唯有大乘 才是真实的佛法 根本没有自我解脱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 从你所学习的佛法当中得到好处 你一定会慢慢的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知道应该这么努力 而继续投入这个努力 好 回来谈一件事情 我在理性上非常认同 英明亮东是应该学的 可是从我几次教学的经验 因为我这辈子有两次 我自己学习 以及我在军中教 还有这一次 跟你们一块共同学习 新亚东是这样 这四讲 即便有像丽斌 富明 Johnny 惟语学长 少数几个曾经在参与其中 做讨论的学长 表达他们的那种学习的意乐之外 真的 我多数的感觉还是觉得 你们听不懂 你们学不来 乃至于你们没有兴趣 甚至 你们觉得没有必要 同意吗 有必要的信心 那个有必要的认同感 我觉得力量不强 如果你真的很爱吃冰激凌 你面对冰激凌在你面前 那种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明白吗 就是你没有被 你的理性没有被 它的必要性说服 也就是说你心中没有信要 没有信学 这门科学 这门学问 它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我觉得你心中是没有认同的 跟没有具备的 所以老实讲 我准备这门课 其实已经十几年了 我也到处去参学 当汉传佛教几乎没有人在学这个东西 我唯一看 我唯一真的听过强调这个事情的 也只有陈冠阿瑟琳 可是在他所教学的课题里面 属于这一类的课题还是属于少 他没有用他的导师的力量 去在他的整个弟子的团队里面 努力去推这个东西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很努力去推这个东西 因为他可能也感觉 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他查证 他可能也感觉很难推动 就跟我的感觉一样 所以我这一次 今天算是最后两堂课 学习一名两论 容我花着一个小时 表达我的观察 表达我的认知吧 我到现在为止 我其实是不懂 为什么多数人学不来 真的 我是在这件事情上很纳闷 难道是课本上写得很难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共同来读课本 我们也不读什么 我其实分享很多文献 你们可以去参考 可是我发现 你们读不来这个文献 读不来这些书本的东西 好 我们就试着回来 做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 就是像中师讲 一名入正理论 讲话 我们跳开前沿 直接入正文 依照我们的课本 405页 好 首先先开三支 一名有三支 这三支符合 这一段文所列的 法则 才算是真能力 其实一名入正理论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 那丽宾学长曾经跟我在微信当中对话 他最后留下了一个结论 我今天要回复他 丽宾学长说 要记熟了那33个过失 才能够把一名力量能够立正确 我现在开宗明映先讲 那33个事能力就是不能成立 可是你以为能成立的那些法则 有33个过失 那33个过失其实根本不用背的 根本不用背的 你只要把你的心 把你的注意力 摆在现在我要导读的这一段 一名三支的法则里面 这法则各位随文 其实 实际上老菩萨也讲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发现 从一开始导读的复明站内 包括立宾学长刚才也讲 他连去读 一名师讲的课文 都不曾经花过时间 他顶多读了最后一篇 《真伟是亮》的一部分 因为Johnny导读的那一部分 题集他才有去读 我就纳闷 那是不是这本书写得很难呢 我们共同来研究一下 到底这本书写得非常难吗 我不喜欢这个版本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 跟复明学长说 拿着手上那本薄的版本 文华出版社的版本 比较接近 就是薄的 那本至少 虽然也有措置 可是措置比较少 可是这本的措置实在是多的 让我实在是觉得讨厌 但是我们现在请到的书就是这本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在佛学出版社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 负责做出版 发行 教队等这些工作的人 程度根本就没有法法的修养 大家吧 他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拿薪水做事的工作做而已 所以你看这本书的编辑实在是有够烂 会效对出这么差的结果 这一页马上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好 我们看看405页 就是一鸣如正理论 一鸣三支讲忠 讲忠 忠要立 必须符合四个条件 这边就开始讲 此忠忠者 底下那个字是错的 所谓的为 忠在一鸣量论当中 他能够成立 必须具备 哪几个条件呢 第一个 他一定得要在是集成有法 集成有法 第二个 集成能别 第三个 差别性固 第四个 谁自乐为所成立性 各位分别标一二三四 这四个条件成立了 你所立的命体 才能够称为忠 底下就举个比喻 如有成立 如果能够按照 以上四个条件成立忠的 命题 比如什么呢 比如底下 生是无常 这个命题 就是符合以上四个条件 你看 你看 这简单的话 首先就开四个条件 对不对 然后说 这个四个条件 叫做忠 这个四个条件 符合的情况底下 这个命题才能够成立 对吧 才能够成立 所以他事名为忠 是一个标签 是一个名称 这四个条件 同时存在 这个命题 才能够为真 才能够成立 然后他还举个例子 生是无常 这样子的叙述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完整的叙述 首先先把前提 讲到前面 如果这个前提成立 才叫做什么 命名 这样子 这个忠的真实性 能成立性 才存在 然后还要举个例子 生是无常 做比喻 你看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论识 好 我们看看 双老不是要怎么样解释 他说前面已经讲过了 能力的条件 是用忠音域 这三支所做成的 现在先把忠 上面这几个条件 逐一的说明一下 要作为忠的条件 一共有四条 刚才不是已经标了吗 好 第一个是集成有法 第二个是集成能别 第三个是差别性固 第四个是随之乐 为所成立性 这四个当然是文言文的模式 我们现代人读起来 的确是有困难的 可是底下 持老老不是要解释了 这个四个条件不缺 才能够叫做正宗 各位多加个字 正宗 才是正确宗 能成立的立法 好 那么有法是虔诚 有法是虔诚 什么叫前程 就是中分成前面那个名词 跟后面那个名词 对不对 摆在中这个命体的前面 那个名词叫做前程 摆在后面那个名词 叫做后程 所以摆在前面这个名词 那个前程就叫做有法 摆在后面那个名词 那个后程叫做能别 所以后程能别前程的有法 对不对 这个都是指涉词了 用后面的法性 我特别要讲一下 后面那个后程 那个能别就是法性 前面那个前程呢 叫做有法 有法的意思就是存在一个事物 也就是说 一个中就是命题是什么 命题就是要说明一个存在的事物 它是不是具有 请注意中间那个关系词是不决定的 有些人立宗是用肯定 有些人立宗是用否定 是吧 但是所有的立宗都要转成肯定词 然后呢 前程这个有法 这个存在的事物 是不是具备后程能别的法性 所以各位要把前程 有法 事物 存在的事物 后程 能别 法性 分别做两组名词的对照词 这些都在哪里 这些都在 为了要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因此要去学习什么 子昂老不是要在前面那一讲 一名入门 前面已经讲过这些名词是怎么定义的 这些各位都可以在前面那些名词当中去定义 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佛啊 就是不乖 总是要讲老师加油 只要老师加油讲得好就好了 学生不用加油 学生只要给耳朵听清楚就好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讲这话心里面是生气的 为什么只有老师加油呢 学生不用努力吗 一些必要的努力你们都不做 一些最近编的文献你们不学 总是找远处的东西 找了半天自己也不见得读得懂 对吧 如我之前所骂的一样 好 有法是前程 能别是后程 急是至急 成是成就成立 连起来说 就是至急成就 明白一点说 就是前程的中医呢 中医也是 后程的中医 中医就是那个体 他所讲的那件事情 为什么用来建立这个前程 这个后程的那个名词的那个概念 所指的那个东西 那叫中医 这个中体之所医 急成必须要符合什么 利者跟敌者 双方都到了极致 极点 供许成就的状态 也就是简单讲 那不过是名词上去定义而已 就是利敌双方要共同同意 前程这个存在 后程这个法性 他也明白 然后呢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利者跟敌者 对于前程跟后程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立场 这是我先讲的 底下的他都会提到 所以第一个急成有法 跟急成能别 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有法 就是那个 生是无常 生就是前程有法 对不对 这件存在的事物 是利敌双方都同意的 对不对 认同的 知道什么是声音 对吧 知道什么声音 知道声音 是可以作为这个命题的前程 大家都共同认知这件事情 而无常或者是常 都可以作为能别 能别的法性 你可以用 常跟无常来辨别什么 辨别声音的存在状态 因为声音的存在状态 要么是常 要么是无常 所以常与无常 是可以用来辨别 声音存在状态的法性 这一点也必须获得 利敌双方的同意 那叫做集成的意思 所以集成共许 就是利敌双方共许 这个状态叫做集成 不能有一方不同意 所以当你要利中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得到对方的同意 前程用什么 后程用什么 中间关系词 随你智方 随你利方或敌方 自己同意就好 那叫做随智乐 所成就性 所成立性 好 那第三个法则 叫做差别性故 差别性故这句话 你们倒不要误会了 切切不是八名词当中的 自性差别 什么叫八名词 你们不必去挤得去找 反正他就告诉你 他不是自性差别 那什么是自性差别呢 自性的意思就是定义 差别就是跟定义相为 是属于种类的范畴名称 比方说 人 人就是一个自性名词 对不对 人里面有男人跟女人 是从这个自性名词 人这个名词当中分出来的种类 人里面有男人有女人 所以男人女人就是人里面的差别性 明白吧 那人就是男人女人合起来的共同类别 所以共同类别叫做自性 分别种类叫做差别 这是自性差别 可是这边所谓的差别性 并不是属于这种种类归类的名词 跟概念不是 这里所说的差别 是前程跟后程要互相差别 什么叫做互相差别呢 底下就解释 例如 生是无常 这句话里面的前程是生 后程是无常 很清楚嘛 但前程不定是一个 后程也不定是一个 你看 长老婆是要很慈悲的就做举例了 前程可以是什么 色身香味 其实还包括什么 醋 还包括不只是这色身香味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配合底下 后程的法性 后程的法性是苦空无常无我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后程有这么多差别 前程有这么多差别 现在说声音是无常 不是说色香味等无常 说的是无常的生 不是说苦空无我的生 明白吗 所谓差别性 就是在众多差别当中 选一个独特的特性 选一个独特的特性 用来区别什么 用来能别 因为后程的法性 就是用来区别前程的特性 就是因为声音具有很多特性 比如说所作性 也是声音的特性 情有无间所发性 也是声音所显现的特性 可是在这里 我要立宗的时候 我选择什么 选择无常 作为区别声音的 众多法性的差别之一 我一定要选一个出来做主张 在声音所具备的法性当中 有很多种类 首先声音是我特别 选出来的前程 有法 在他众多声音所具备的法性当中 我特别举出什么 无常作为用来区别声音的特性的法性 明白吗 这个叫做差别性 我要在众多他的法性当中 选出一个能够来分别声音的特性 那这个立方选出了什么 声音是无常 用无常这个法性 用来区别声音所具备的特性 声音所具备的特性当然很多 包括无常在内 可是立宗的这个立者 他就举出了无常这个差别性 用来区别声音这个存在的事物 所具备的特性 所以各位要去熟悉这个语言的模式 请注意 读书 学习文献 就是要学习写这个文献的人 他本身在描述这件事情 在说明这个学问 他背后有一个思考模式 可是思考模式 没有办法直接给我们 所以他只能够透过 他自己描述这个思考的过程 那个语言的模式 让我们来学习 所以我们是透过语言模式 去学习他思考的模式 今天如果你不赞同学这个东西 那就算了 连这本书都不要读 如果在我的要求底下 你们至少读一次 在哪里读不懂 你们可以问 对不对 读完了之后 你证明它是没有用的学问 丢垃圾桶去 随你变 当然你们决定是放在书柜里面了 你们不会这么 怎么样侵蚀佛法的书本 我心里面还是一种难过在 OK 好 即因为前程同后程是差别 后程同前程也是差别 所以叫做互相差别 顾名为差别性顾 明白吗 就是前程是众多差别之一 后程是众多差别之一 我从差别种类当中 选特定的一个 来代表有法 在众多法性当中的差别当中 我选出一个无常 来代表后程的法性 用这个后程的法性 无常来区别 因为它能区别 区别谁 区别前程这个有法 它所具备的众多特性之一 我特别把它的差别性定为什么 声音是无常的 声音是我在众多的存在事物当中 选出来的特定的一个 我现在不跟你谈别的 我就跟你谈声音这个特定的种类 声音这个特质 这个事物 存在的事物 它在它所拥有的特质当中 我要特别跟你谈的事情是什么 无常这个法性 了解吗 我特别举出声音这个存在的现象 它具备有无常这个特别选出来的 法性的特质 我来特别跟你谈这个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成立 那如果这个能成立 那么其他跟它特质相类似的 比如说声是无常 假定能够成立 相畏处也可以是无常的 对不对 因为它也具备无常法性 所以我先建立一个 特别选出来的有法 跟法性之间的差别性的关系 先用一组英明亮论 来成立它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用来推论 笔类推论 其他的有法 跟这个法性之间的关系 也同理可证 明白吗 我不需要骗举一切的存在事物 因为我们没办法列举一切 了解吗 因为一组事物 比如说我们六根门头 对六根门头 的确眼耳鼻舌声音 对的是师生相畏处法 我们不要谈六层境界 我们谈五根所对的境界 像傅明就很爱谈五根境界 五层境界 好五层境界是我们这个色根 我们这个色根 父母给的这个色根 所具备的五种感官能力 对不对 一根是属于大脑的功能 我们姑且不谈 那是心法的功能 其实大脑也是生啊 所以在我来讲 它是有一分色法 有一分心法 好 我们纯粹讲色法的根 五根具备有对五层 分别成五式的功能 是吧 可是我即便要列举色身相畏处 这五层境界太广了 但是它具备有 同样都具备有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 可是我只要挑出什么 声音 法性当中我只要挑出无常这个特质 只要声音跟无常 它能够成立中所立的关系 我就可以同类类比 对不对 相畏处法 相畏处 跟 相畏处跟鼻舌声 它是成立的关系 因为声音是无常 只要被量论证明成立 对不对 其他三个有法 跟其他三个法性之间 它的关系就同理可证 我不需要周骗论证 了解吧 我只要找到同一个范畴之内的一个特例 跟法性众多当中所具备的一个特例 证明它的命题关系可以成立 我就可以用这个差别性的成立中 去比类推论 其他的有法跟同类法性之间的关系性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穷尽类 了解吧 我只要举其一 只要它的关系是同等的 类似的 我只要举其一 同类可证 就可以比推其他东西 也一样成立 明白吗 这是差别性 所以你不能立一个 你不能立一个 它的内容有很多的 你必须要具备有具体的特性 具体的有法 你必须要举出一个 这叫差别性 差别性的意思就叫 你要举出一个特定的立 案例 特定的法性 你不能举一个范畴概念 好 那第四个条件 随至了翻过来 随至了为所成立性 随是随顺 致是自己 表示是立方 请注意 力量的人 那一方就立方 那立身是无常是谁 苏伦家或者是佛教徒 都会立这个量 所以随力量的那一方 就是立方 立者 那个叫自己 乐是好要 为是作为 所成立是中体 能成立是因 因欲 好 就是 随至乐为所成立性 合起来 中起来说 随顺自己欢喜 立的中体 这样子才叫做什么 中 其实不叫做自己欢喜 就是自己同意的 自己赞成的 自己所主张 塞拉普撒非常迁就我们这种白话 的能力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立方 你立这个量的人 自己主张什么样子 有法跟 法性之间的关系 你就这么说 要知道怎么样才叫做自己喜欢呢 那要看底下四个中体 所以 骗所许中 先成禀中 旁准意中 不顾论中 其中我们 父名导读过 各位都知道 只有第四个成立 对吧 那前面三个是什么 为什么不成立 我们大概理解一下 看看这个讲话的内容 怎么样才叫做骗所许中呢 就是说普遍的为一切人所供许的 这样子的命题有没有必要力 就不需要力 比如说太阳从东方出来 虽然我知道 东方这个概念是 大家世所共建 对不对 是世俗所共同约定的方向感 虽然我一开始 建立东方如果名字叫西方 现在我们大家就会说什么 太阳从西方出来 可是我说的西方 就是太阳 升起的那个方向 既然大家现在约定成熟 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 大家都约定成熟 叫做东方 所以太阳从东方出来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共所许可的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能不能做中 不能做中 所以这个骗所许中 各位很明白吧 请注意哦 当你们读过一个课文之后呢 你心中要有那种 你还明白举是什么 而且你自己可以像我一样 举出一个自己的经验当中的例子 我随便举就可以举出 太阳从东方出来这个例子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共许的例子 只要大家共许 要不要立宗 因为他根本没有辩论的必要 只有这个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你主张一套 我主张一套 谁自乐所成立性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 那个有法 那个特定的有法 跟特定的法性之间的关系 只有各自个别有主张 才需要立论嘛 才需要力量嘛 所以如果是骗所许的 是一个共同所许可的一个命题关系 根本不需要立宗 第一个各位明白了 第二个 怎么样叫做先成丙中呢 这个先的意思是为立宗之前 成的意思是承受 丙是丙奉 意思是说 立者跟敌者在没有立宗之前 已经是同秉咒一样的叫法 比如说 同教中人 师父是同一个 乃至于呢 你至少承认 你的师父是同一个 你至少承认 我从师父那边学到什么样的道理 比如说 大乘跟小乘人 都共同尊重释迦牟尼弗 是他的根本导师 对吧 那么根本导师 讲了三法印 大乘人能同意 二乘人也同意 对吧 那请问 大乘跟小乘人 需不需要彼此去辩论 到底声音是不是无常 不需要辩论啊 明白吗 只有那些外道 因为他的老师 不是 并不承认三法印 对吧 所以像生生论者 跟生行论者 他就是个外道啊 他不同意一切法 是无常苦空无我的 他也不承认三法印 所以他不是同一个导师 因此他对于 这个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主张不同 所以两方才可以成就辩论 所以你需不需要跟二乘人 大乘人 我们自认为是大乘人 对吧 请问大乘人需不需要 跟二乘人辩论 声音是无常 不需要 表示说 我们不是来玩游戏 我们是真正自己 从生命当中 由自己的秉承的 传承关系 在主张上 大家的认识不同 你有你的认知 我有我的认定 我们的认定 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各自主张不一样 如果主张一样 就没什么好变了 明白吗 是自己深刻的 从自己所学习的 传承当中 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不同主张 这样才需要辩论 如果同一个教导 同一个传承 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认知 有没有必要辩论 就跟刚才 骗所许中一样 既然这是一个 世间共许的事实 根本没什么好辩论 好 这个就是先排除 所以这个排除之外 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 前面那四个特径 有法要共许 法性要共许 它是要众多的 有法跟法性当中 特定的选出一个出来 对不对 选出一个出来 因为你不能贩子很多 你不能前程立于什么 色相畏触 然后后程无常苦空 你不能这么样立法 你只能举出一个 一个 你觉得你在辩论上最有利的 那个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你只能举出一个特定的差别性 用它差别性能不能成立 同理推论其他的 其他的有法 跟其他差别性的关系 也同理可证可以成立 了解吧 所以要举出一个特例 用来证明它的成立性 只要它能够成立 我就可以比推其他的 同类法性跟有法的关系 那谁自论呢 是谁各自的主张 所以第一个 如果是世俗共见的 排除 如果是共同传承的 也排除 第三个 旁准义中 什么叫旁准义中 旁是旁显 准是准从 义是义理 旁准义就是不从正面说 乃从反面说 所以用反正可不可以立中 不能 如果我要说 廖成林是个男人 你就不能够说 齐悦是个女人 因为齐悦是个女人 并不能够证明 廖成林是个男人 明白吗 你要辩论那个中体 那个中体就是一个 造成立方跟敌方 有争议的那个对象 你不能找一个大家都不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 我一个根本不相设的话题 那个主体性不一样 乃至于我要辩论的法性也不一样 你找出一个别别的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那个我根本不关心啊 那个也不造成我们的差异啊 你用他成不成立 用来证明我们 我要谈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成立 没有关系 因为齐悦 是不是女人 即便被证明 乃至于被否定 都跟廖成林是不是男人 无法成就她的能成立性 明白吗 这个能成立性 是不能用别的案例的关系 来成立我的命题 如果拿不相干的命题 用来证明你要证明的那个命题 不成立 这个也不能立中 立中一定要造成立方敌方有正义的 有法跟法性之间的关系 因为前面要集成嘛 你找一个立方跟敌方有人不同意的那个体 来用来建立命题 根本没有必要 所以前三个讲跟没讲一样 不过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论商中本来就有说 印度人他有个特性 就一定要穷尽列举 所有立中的可能性 然后呢 把所有不成立的统统排除 最后成立谁 成立第四个 不顾论中 好 他刚才没有论完 那个庞准毅 所以不能从反面去举例 比如说 明明就是说张三 你偏偏要立中立一个理事 这叫别人啊 那别人跟法性之间的关系 跟你张三这个人 你要证明跟法性的关系 根本不搭嘎啊 对不对 就如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也是一样 廖成林是个男人 你就直接就这个关系上去证明就好了 跟齐悦是不是女人什么关系 当然她是个女人 那又是证明上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便她被证明了齐悦是个女人 这个命题是成立的 也不能够同理可证 廖成林是不是男人 廖成林是不是男人 你要另外举音啊 举利啊 来加以说明 对不对 跟证明齐悦是不是女人 这个庞准毅中 根本没有关系 你不能找个没有关系的东西来证明 明白吗 就是庞准毅中大概的关系 那么医名上的规则呢 就是要对方的人 在言语上知道你要说什么 就是前面集成共许 对吧 你知道我声音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无常是指什么 如果我举出一个有法跟法性 是对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来自于不承认存在的 这个中就不能成立 如果你说话不明不白 那是最容易应急误会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令对方明白呢 所以庞准毅中也是不能立中的 你必须要针对有争议的命题来讨论 你不能找一个不相干的命题 即便那个不相干的命题 有法跟法性的关系能够被证明 或不能够被证明 都不能代表你要所讨论命题的关系 比如什么呢 比如齐悦是不是女人 跟廖成平是不是男人 这根本没有证明的可成立性 明白吗 所以庞准毅中是不能用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用呢 不顾论忠 不顾就是不问对方敌者反对 也就是随自乐 随我自己的主张 我总是要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 不管对方同不同意 当然一定要对方不同意 所谓的不顾论忠的意思就是 找出对方不同意的那一个命题 我去立我的量 那叫不顾论忠 所以一定要立方敌方 在命题之间的关系主张 不一样的而且是对立的 这个中才能立 否则没有讨论的必要 因为前面三个就表达是什么 第三个 第三个是无关的嘛 前两个是根本大家共见的嘛 同样的意见嘛 所以如果同样的意见 那不能立 那必须要立的关系 中体一定要立在 有法跟法性之间 立方跟敌方的主张不一样嘛 那叫不顾论忠 好 中辩论来成立 可见前面的三种 骗说许 先成丙 庞准义 都不能立中的 唯有第四个 不顾论 才是随至乐为所成立性 才可以立中 现在来举一个例子 僧论派他主张声音是常驻的 佛教徒呢 就主张声音是无常的 翻过来 那佛教徒反对声论派 就是不顾忠论 上面的忠 它的规则大略讲过了 现在再来讲因的规则 好 我们回应一下 我们回应一下 所以当你要立中 中体要先立 对不对 中体是由前层 关系词 加上后层 前层称为有法 后层称为法性 法性能分别有法存在的特性 所以后层叫做能别 前层叫做有法 有法又叫做存在的事物 存在事物具备有很多特性 后层的法性 是它能分别前层有法的众多特性之一 那个叫做差别性 明白了吗 很清楚 所以当你要立中的时候 一定要跟对方沟通 我们举什么前层 我们举什么后层 中间的关系 你同不同意 立方同不同意 所以立方 敌方要不同中 不同主张 但是 一定要供许前层的有法 以及供许那个法性 是对方跟 立方跟敌方 共同所共许的 就是承认它的存在 表示它明白 了解吧 承认存在 表示它能够认识明白 请注意喔 存在跟懂 和明白 是必须要成立的 双方必须成立它存在 而且必须要懂它指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彼此定义要沟通过 但是 前层跟后层的命题关系 立地双方 主张不一样 这样四个条件才能够成立 了解吧 集成有法 集成什么 能别 用能别的法性 去分别 前层有法的存在的事物 是吧 然后呢 它是众多可能性之一 那叫差别性 你不能举一堆前层 一堆法性 这样的关系就不决定 你要举一个能决定的特定的关系 跟前层之间有法的存在事物之间 所具备能别跟有法之间的 关系性 它要具有差别 第四个 一定要立方敌方 对这个关系的主张不一样 这样很清楚吧 所以你有没有必要背 中的事能力的九个过失 根本连背都不需要背 你本身是个力量的人 请注意 事能力只有对破人的人才需要 对力量的人他只要遵守真能力的条件 把他力正确了 他就可以做量 比如说 玄众法师在力真为是量的时候 他需不需要去检查33个过失 不需要 他只要在他真能力的条件上 中符合四个条件 因符合三个条件 就好了 然后欲呢又符合两个条件 他只要成立符合真能力的条件 他力量就好了 那别人根本不可能从33个过失当中 找出他的过失性 了解吧 好 所以真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 接着 我们可能是要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十分钟 那么刚才我们 我大概很少用这种方式上课 这种方式真的是给幼幼班上课的 所以很多人说啊 初初听我的课 通常都很难入门 因此都要到李老师那边去补习 李老师讲课的方式呢 就是长举例子啦 然后呢 要反复很多次啦 等等 我也不是不能那样子讲课 而是要很刻意很刻意 要求自己这么做 但是呢 英明这门课的确是需要这样讲的 我为什么今天 调整成这种方式讲课呢 我记得我上次许各位 有没有 这堂课是一个 如果连藏传的 四五岁的那个沙咪啊 都能学习的 你们这些这么老大人啊 没有理由 你们的理性观念不如那些小朋友 虽然你们现在也有你们老化之后的 脑袋瓜跟情绪习惯 可是呢 再怎么说你们透过这大半辈子的生活训练 跟工作还有生活上面的一种计较得失等等的 你的理性功能应该要高过于那些小朋友 小朋友是几乎是没有被雕塑过的 对吧 完全是本能为先的 如果连那样子的小朋友都能够训练懂这篇文 老实讲这篇文 这篇文的确就是一个四五岁小比丘 小沙咪 他开始学的东西 只是由他们的老师 由他们的老师 去跟他们讲的 所以他们会怎么讲我是没有亲自听过 不过我自己觉得可能要这样的讲你们才能够明白 至少刚才下课时间 齐悦学长至少有跟我回馈 他认为我今天这样的导读 的确能够让你们比较明白 我这堂课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你们必须把很难的东西 你们平常觉得很难的东西 用一种经验上可以接触可以体会可以观察 最简单具体的方式 而且要反复的学习 所以我一直主张 其实并不需要太艰深的教科书 我现在越来越认为 就像这样子的一种白话课本 我也才能够体会 齐航老博士 因为他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就是 在佛学院里面 佛学院都是一些出家的比丘 而且都是读了很多的经论课的人 他负责要去当助教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正式老师 他要负责当助教 辅导他们去学习那些大法师教的课程 所以他因此而发心编了这本书 而他在台湾 他到台湾来之后 是在台湾的佛教寺院当中 第一个办佛学院 所以他累积了很多他自己办佛学院的经验 去编出一个像这样的教材 各位可以想像这样的教材 是给他在办佛学院的时候 那一些佛学院的进阶班学习的东西 是这样的材料 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样的材料 好 刚才我是用像中史讲来讲中这一支力量的四个法则 对吧 第一个是集成有法 就是前程放在中有前程关系词跟后程的法性 这个之间前程叫做有法 就是存在一个事物 后程是一个特性 是一个法性 是前程所具备的很多法性之一 你的前程那个有法必须是共许的 就是力敌双方都同意存在 而且认同了解的那个对象 这个法性也必须双方都知道他所指什么 而且是存在于这个有法当中 但是他存在的关系词却是随自乐所成立性 就是力敌双方各自主张不一样 如果力敌双方有任何理由主张一样 就不需要辩论 他就不构成中体 中体一定要力敌双方 对于前程跟后程的关系主张不同 才能够力量 明白吗 那怎么样让前程变成共许集成 让后程变成共许集成 就是你在力量的时候要下的准 要写的正确 那这个关系我们先学习幼幼班 好我们再进阶 那像陈光阿瑟黎在写他的 英明入政理论的义冠的时候呢 就是这本书吧 这本书 我不再去念他了 他的内容在哪里 在这本书的四十八页 你们自己资格去读 我把它归纳出来了 我把它归纳出来了 现在我把它写在我的脸书上 早早就贴文分享给各位了 我整理出来 我整理出来 因为我是从这边开始学的 所以我这样归纳出来 让各位明白 中这一支 在陈光阿瑟黎他的文当中 他归纳为 所立的三支当中的中 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他归纳为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对于前程有法 所以他所谓的三个条件 跟刚才所谓的死讲的四个条件 不一样 虽然不一样 可是因为是描述的方式不一样 那他这边陈光阿瑟黎 一贯当中所谓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两兆 就是力敌双方 必须要共同许可的 具体而实有的法 所谓集成有法 所以集成有法就是第一个条件 而这个有法举例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圣音 这样了解吧 所以圣音这个有法 必须是力敌双方 共同许可 具体且实有的法 了解吧 这就是共许而且集成 共许是力敌双方都同意 集成的意思是具体 而且实有 所以更清楚的去界定 你要去选择那个有法 然后还要举个例子 让你明白 什么是这种共许 而且集成的有法呢 比如说圣音 圣音是力敌方都共许 知道它是什么 而且它是个具体存在 实有特性的一个存在的事物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法则 第二个法则 叫做能别差别性 能别差别性用 一贯的说法 能区别出所欲显示的 与敌论有所差别的 这时候 你可以发现 阿瑟尼 成功阿瑟尼 他把差别性 跟能别 差别性 摆在一块 有没有发现 他把能别 因为差别性 特别指什么 特别指能别 特别指那个法性 后程的法性 后程的法性 一定要是 与敌论有所差别之性 为什么 它存在一个有跟无的关系 比如说力方主张 声音是无常性 而敌方却认为 声音是常性 可是如果双方用肯定词 当作连接词 我们还记得 在一面路正理论后面的文 有一段文 他说所谓的常 叫做非无常 各位还记得吗 为什么在一面路正理论当中 所有的肯定词 一定要改成非无常 为什么 因为力论为先 因为力量的主张是什么 声音是无常 所以你必须要否定无常的状态 所以它中间的关系词是否定词 它不是无常的 因为你必须接受力方所主张的声音无常 前程跟后程必须是力敌双方 共许集成 还记得吗 所以那不能变 所以敌方 我不同意你声音是无常的 因此我要做的否定词是要放在中间 对不对 所以我的词一定要写成什么 声音不是无常的 因为力方主张什么 声音是无常的 所以敌方必须说成声音不是无常的 而不是我们现在白话上面说声音是常的 力方主张声音是无常的 敌方主张声音不是无常的 这样才构成能别差别性 明白吗 而这件事情 双方必须要共许集成 这个量 必须要能够区别出力敌双方 有所差别的特性 那叫集成能别差别性 能别就是后程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双方要能够共许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的立场是什么 立方主张声音是无常的 声音是前程 无常是后程 用同样的前程跟后程 因为这是集成共许 所以不能变 能变的是中间的关系词 立方主张声音跟无常的关系是肯定的 是 因此敌方就等于主张 前程跟后程的关系 他的关系词是 不是 就是否定词 对不对 所以敌方的立论叫做什么 声音是无常 立方 立方的 立方的论 叫做声音是无常的 敌方的论 声音不是无常的 要这样子讲 才是原文的量 这样明白吗 这个叫做集成能别差别性 那么阿瑟黎是把差别性跟能别 合在一块 的确是这样 因为声音是我们共同所讨论的有法 所以那不构成差别性 那立的双方要共许集成 对不对 而那个中间的关系词就是界定后程法性跟前程的关系 所以立的双方必须在能别的法性之边要集成其差别性 所以叫做集成能别差别性 立斌举手了 请问 廖老师你好 我感觉那个 词汉老菩萨讲的差别性和成功法讲的那个差别性 是不是不是一个意思 不是一个意思 对 你已经注意到了 等一下我再要说明 他们不是一个意思 好 词汉老菩萨所讲的是 在众多可能性当中 他要选特定的一个 我刚刚也解释过了 用特定一个之间的关系 用来比类推论没有讨论的其他有法跟法性的关系 对不对 我讲立斌学长你们应该听懂 而在这边呢 程冠阿瑟黎他把差别性跟能别法性合在一块 的确也有他的必要性 就是前程是集成有法 是立的双方共许的 后程必须要连结那个关系词 构成立的双方的差别性 所以这个差别性在 程冠阿瑟黎跟词汉老菩萨的白话解释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才会说他们不构成矛盾嘛 对不对 各有各的白话解释 所以立斌学长非常的仔细 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 那么这样子中体就具备有了能别差别性 用来区别于敌论主张是常 其实应该正确的讲 他们主张不是无常 因为这件事情特别在一名入政理论后面有强调 为什么 因为前面既然已经规定 前程跟后程必须立敌双方 共许且集成 对不对 所以后程不会变成常 我不需要跟你讨论常 而且常对佛教徒来讲 根本不存在 他就没有办法共许了解吧 如果敌方立一个量声音是常的 我不跟你讨论 你常是什么 你举一个常法给我看 常是一个恒常不变的 连生生论者 圣贤论者都举不出一个常的声音 他们认为常是一种法性 这个我们不多谈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前程跟后程都是要共许集成的 那必须双方都同意存在 而且是具体实有的存在 是吧 所以后程不能改变成常 只能够维持无常 唯一能改变的是中间的关系词 这一点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事情 这个是 成观阿瑟黎他的意观当中 特别强调的东西 好 第三个法则 是依随着立方自己所 本所信要的教法的宗旨 作为你所要成立的这个 中体的关系的那个法性的关系词 而且他的主题必须要不违背本教 不违背立方 这立方的本教 就是你立方所主张的信仰 所主张的学说 所主张的学 不然就会有什么 智与相为 你不能在这边力量 尤其佛教徒 佛教徒的三法印是诸行无常 你不能在那边立一个量 我自己先承认我是佛教徒 却立一个量说圣音是常 我这个时候呢 敌方就根本不需要跟你讨论 因为你自己的力量 已经违背你的至终 这个是构成过失之一 你的至语如果违背至终 我根本连你这个量都不需要跟你讨论 你已经犯了违背至语相为 对不对 你在别的地方都处处弘扬无常法印 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跟我立一个量 跟我辩论说主张声音是常的 你根本至于相为嘛 那就吧 这个是辩论技巧之一 这无关于全真论事 的确声音是常 声音是无常 都可以变成全真论事 但要构成辩论 我根本不需要跟你辩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已经相为在先 所以现在很多政论家 不是彼此在那边辩论吗 我只要举出你过去有个主张 跟你现在的主张相违背 我就主张了 你到底哪个说是真的 对不对 我就可以先跟你澄清这个东西 你要举出一个固定的立场了 我才能跟你变这个立场 谁的主张是对的 如果你曾经的立场曾经跟我一样 只是现在跟我不一样 可是我必须要先厘清 你现在跟我不一样的立场 跟你之前跟我一样的立场 到底你主张到底是前面对 还是后面对 否则你两个我都同意 它是可以存在在你身上 而这个身上 在你身上是违背的相违的 我必须先跟你问 到底你对不对 到底是不是矛盾 我早上看了那个重播 那个英国的那个 将来会选上总理的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被称为什么 叫做变色龙 为什么她的外号叫变色龙 因为她一向主张 前面讲一套后面讲一套 只要她的血统正确就好了 了解了吧 所以那个人根本 根本没有政治智慧 完全是投机取巧 问题是高学历的英国人 居然会百分之六十八投给她 我实在是情绪有点不平稳 这是我的情绪 不要管我 跑跑跑跑 我了解很自然 但是我实在是理性上不接受 好 所以随之乐为所成立性的意思就是 你要必须要异于自己所信要的教法 而且作为你所成立的量的法性 而且主题不违背你的本教 所以呢 这个无常这个法性 他是依随着佛教徒 他自己的本本来的教法的主张 所成立的法性 这样OK吧 所以 成功在这里就把 差别性跟能别法性 合一 简化成三个法则 这样都也一样 对不对 只是对于差别性的解释不一样而已 好 接着我们拿起课本来 白板我们就留着了 白板是属于那个 义贯的东西 好 应有三项 何等为三 为骗是中法性 同品定有性 义品骗无性 这三个 那云和名为同品义品呢 为所立法 均等义品 说明同品 好 那这边均等义品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它重点在哪里 所立法 所立法 其实所立法是讲什么 讲 你能别的法性 用来区别所存在的有法之间的关系 and 所举的比喻 其实是这样 可是现在呢 同品呢 先谈不到那么多 那我 我曾经看得到 利兵跟那个 维宇 就加拿大的维宇 在讨论 所谓的这个 这个 中同品跟殷同品 那个 那个就是后期发展出来的名词 其实不需要分成中同品跟殷同品 中同品本来定义是指跟中体后尘法性相同的 均等的义 义就是 道理 文义 法性 特性 类似的 叫均等义品 跟所立法均等义品 其实所立法指的是谁 声音啊 对啊 可是我们这边论题是什么 声音是无常的 所以你要中同品的意思 是要跟无常法性相类的 可是我的音是指谁 所作性 如果音同品指的是什么 跟所作性同类的 可是问题是 音举出来是为了要证明什么 中体前层跟后层的关系 所以 音举出来的音的法性 必须要联系 音的所作性 跟中体的后层法性之间的关系 假定这个东西没有联系性 就是没有关系 对不对 音的法性的所作性 如果跟后层中体 后层的无常法性 假定他没有联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作性是一个 无常性是一个 中间根本没连交集都没有 这样能不能做音 不能做音的 所以你就分别中同品跟音同品 没有必要 你找出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无常法性的有法 你找出个所作性的有法 这两个有法根本不搭搭 请问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所以这边的所立法则是谁 前层有法 声音是具备有中的后层法性 也有音由的后层法性 那个叫做均等异品 各位知道吗 你所要立的法 因为你的音由是一种法性的叙述 中体的后层也是一种法性的叙述 这两个法性都是用来能区别前层的有法 了解吧 都是用来描述前层那个声音所具备的两个特质 所以前层那个声音具备有什么特质 具备有无常法性的特质 也具备有所作性的特质 了解吧 这个叫做均等异品 那个所立法有中后层的法性 也有音由的法性 这个时候我们以声音是无常 音举的是什么 所作性为例 所以声音这个所立法 你要成立声音这个有法 它在中体讲的是无常法性 当然 立方是主张这个东西 而且是透过什么东西来证明的呢 是透过音所举的所作性 所以声音也必须要具备有所作性的特质 如果声音没有具备所作性的特质 它不能拿来当作音 了解吧 所以这个音必须要联系前层跟后层的关系 所以它必须要具备两个关系 第一个 音的所作性一定要是声音的特质之一 如果声音没有这个特性 不能拿来作音 因为它没有办法证明跟无常的关系 明白吧 所以声音一定要有音所具备的法性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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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具备 所作性的这个法性 跟所具备无常性的法性 无常性虽然不等于所作性 可是两个必须要有所交集 这是第二个法则 因为如果没有交集 就无法证明 凡是有 有所作性的 它就不能证明也有无常性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部分具有所作性的那些元素 它也有无常性 对不对 对不对 后来一直要证明至少有一个以上 它所指的是这个东西 可是不能 当然不能只是一个以上 是存在 我们的意思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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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存在 存在所作性 在哪里 不是不是 无常性 无常性当中 一定要有一部分 具有所作性的特质 我们叫做 中体叫做 若S 则P 对不对 所具的所作性叫什么 M 那不是在P 就是后层的法性集合当中 一定要有部分的交集属于所作性 有P 是M 我现在已经开始把我们下一节课要谈的那个 东西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叫做 范式论证法 我们今天就谈不到了 我们这个先谈 好 这叫做所立法均等异品 所以我才说 不需要就分别中同品跟印同品 因为中跟音必须要有联系 而这联系具有两重关系 这两重关系存在哪里 第一个 你所举出来的音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是 前程有法当中所具备的特性之一 就跟立方说 声音是无常 表示立方觉得 无常是声音所具备的条件之一 如果你要证明 立方要证明 声音是无常 他要举出个音 音也必须是 声音这个前程有法的特性之一 否则无法拿来联系 拿来正成 声音是无常的关系 所以要正成这个关系 必须要符合两重关系 第一个 前程有法必须具备音的特性 而且 前 后程法性 一定要有一部分 跟音是有交集的 各位用符号比较容易记 因为它不见得是声音跟无常的关系 如果前程的命体 跟后程的法性的关系 是S跟P 若S则P 对不对 凡是声音的 都是无常性 是这样的命体 那么 你所举出来的音 所作性 必须跟无常法性 随 立方所主张的 一定要是声音的特性之一 如果声音不具备有所作性 不能拿来做音 同意吧 所以声音必须是无常的 必须是所作性 这样子所作性 既然是声音的特性之一 而且是敌方也同意的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拿来联系 而且证明 凡是具有所作性的 一定要跟后程的无常性 具备有什么关系 而这个关系一定要 后程的无常性当中 有一部分具有无常的东西 是所作性 明白吧 这叫做 S 若S则P 音是M 那么 第一个 S 一定在M里面 对不对 S一定要有M 所有的声音一定要有所作性 对不对 而且无常性 里面一定要有一部分 是属于 所作性 那叫做 有P 是M 这样 关系知道吗 这我先预告 那各位去看我的贴文 就可以明白我要讲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关系叫做所立法 平等是无常 这是同品 那义品是指什么呢 于四处无其所立 就是于那个所立法 没有你所立的这个无常的法性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 若有是常 就 见 非所作 有没有看到 如果有那个常法 常法是什么 没有不是无常的 如果有不是无常的东西 他就一定看到 见就是一定会看到 凡是你找到 不是无常的东西 他就一定会证明 他没有所作性 是不是非P 是不是 若有是常 是不是非无常 无常是不是P 若有是常 是不是等于非无常 如果有非无常之法 就可以证明什么 非所作 有没有 是课文中的定义的 如果不是无常法性 他就一定不会是所作性 比如说什么 虚空 虚空就是义品 凡是声音都有所作性 无常一定会有 因为无常有一部分元素 一定是所作性 刚才是第一种同品的定义 同品是不是这样定义 那义品是什么定义呢 义品是什么定义呢 对 声音是所作性 但是 凡不是无常性的 就是在无常之外 无常之外的所有其他特性 只要不是无常的 就找不到所作 表示什么 非无常的没有跟所作性有任何交集 对不对 可是要嘛法无常 要嘛法非无常 对不对 如果以无常这个法性为例 法界里面 要嘛是常 要嘛是无常 这叫做二元性 对不对 法性要嘛是常 要嘛是无常 要嘛是非无常 这同意吧 好 既然定义了 凡是非无常的 凡是不在无常的一个集合里面 在无常这个集合之外的 非无常性的 就一定不是所作性 那请问 所作性这个东西在哪里 是不是全部都在哪里 就全部都在哪里 无常里面嘛 因为你只要找到不是无常的 就一定不会有什么 就一定不会有所作性嘛 那表示所作性都在哪里 所作性全部都在 无常里面 所以前面同品 只能定义什么 只能定义无常里面有一部分 是所作性 可是在异品当中 证明什么 证明所作性全部在哪里 无常里面 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话要连起来讲 不能断开来理解 有没有发现 文章要叠起来理解 不要断开来 我是男人 但我很娘 这是两句话 我是一个很娘的男人 进一步讲 我是给同学恋 这是我举例 以上不是为真的 这个例子 你看 请问这三句话能不能断开 你看 我很娘 只是我个性当中 表现出来一种特质 一种女性化的特质 一个很温柔的男性 可以很娘吧 可以啊 但如果我承认我出柜 我是gay 我是同性恋者 因此 我的同性恋的特质 让我虽然是一个男生的外表 可是我却表现出很娘的个性 我的理解 对这三句话完全不一样 我的生理特质是一个男人 但是我的个性上很娘 因为 我是一个同性恋 而且是同性恋里面的 女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话要叠起来讲 但话叠起来讲的时候 每句话的白话解释 跟理解就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读很多文章 经常就断开来 断开来读 一句话一句话 白话解释 你要看到后面后面完整的描述之后 才能够充分的好好地理解 前面的叙述是什么意思 这边就是这个意思 好 就同品来讲 我刚刚讲过 请要注意 我 当然我是经过很多时间累积下来 我才能够这样阅读的 我现在只是教你们要怎么样阅读这个文 同品的定义是什么 同品的定义 既然中式声音是无常 我要举同品 与所立法均等异品 叫做同品 均等异品是什么意思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声音不但是如中体所主张立方的无常性 声音也必须是什么 凡是声音也必须是什么 所作性 而且要证明中体的存在 声音既然有所作性的特质 声音也有无常性的特质 那么无常性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所作性的部分 对不对 一定要有 批无常的一部分交集 这是客气的 这是保守的讲 在无常的法性集合当中 一定要找得到所作性的声音 对不对 在无常的声音 在无常的声音种类里面 一定要有所作性的特质 的声音存在 有P 则M 若S 则M 若S则P 这三个命题 在同品上面 被主张存在 了解吧 中体叫做 若S 则P 同品 就是同法欲 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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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作性 所以声音必须要是所作性 有声音不是所作性 这个音就不成立 凡是声音的 一定都要是所作性 而且 无常法性当中的声音 一定要有所作性的一部分 有P 则M 若S 则P 若S 则M 这三个关系 必须要同时成立 我讲的够慢了吧 同品有三句话 第一个先肯定 S则P 这边来 若S则P 这个关系一定是 因为中本身主张是这样 敌方同不同意不重要 这是敌方所主张 这是立方所主张 可是你既然立一个 立敌双方都同意的因 因叫做所作性 而这所作性的同品 就必须具备有两个关系 因为有这两个关系 他才能够联系 前程有法跟后程的法性 否则他不能作为什么 作为证明啊 因为他用来举这个应有 举这个所作性 就是为了要证明 声音是无常的嘛 所以 这个所作性 一定要具备有 跟前程有法 以及后程法性之间的一定关系 这关系怎么存在 你就必须要找出 这两重均等异品 所要代表的意思 第一个 S声音必须要在所作性里面 只要是声音 他一定要是所作性 否则就有例外 对不对 如果有声音不是所作性 那要证明所作性的就是 就是无常 就很难了 而且 在无常法性的声音里面 请注意我要这样子讲 无常法性 具有无常法性的声音里面 其实声音一定都是无常的啦 但是我如果 迁就敌方的说法 在无常法性的声音里面 一定都要具备有 所作性的元素在里面 这是先保守讲 可是到了异品 到了异品的时候呢 异品者于是处无其所利 若有是常 见非所作 如虚空等 这是什么 对于所利性 比如说 若有是常 不是无常的 凡事 若 就是凡事 不是无常的 就一定会看见 看见他也不在哪里 不在所作性里面 表示所作性的集合 在哪里 在无常的集合里面 对不对 这个需要有一点理解 你们理解的再往下走 什么叫异品 什么叫异品 异品的关系就成立于 他不是无常 跟中体的后尘法性相翻 既然前尘跟后尘 叫声音是无常 主无常是后尘法性 异品就是非无常的法性 凡事你看到非无常的 他就不能够成立在哪里 因的所作性里面 如果非P 他就非M 这个符号逻辑就必须要先建立起来 你读完之后呢 如果你是懂符号逻辑的 你就必须这样先成立 前面呢 是有P是M 非P则非M 是不是都要成立 这样子异品欲才能够成立嘛 如虚空等 虚空就是 虚空他本身不是无常 就是利敌双方都同意 他不是无常法 那利敌双方也都同意 他既然是无常法 他也利敌双方都同意 他不是所作性 所以虚空就变成是 成立声音是无常的反证 对不对 而所作性就变成声音是无常的同品证 贫子就是 贫子他是所作性 贫子他也无常性 对不对 好 这是他们 因跟中体后层的关系的联系性 所以这联系非常重要 可是联系有两种 有两种 此中所作性 或者是情勇无间所发性 所以这边的因由有两个 两个例子 这边讲 这边应该句点分开来 此中所作性 或者被立为情勇无间所发性 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贴文当中解释了 在素文当中对于情勇无间所发性怎么定义 所作性各位都知道吗 是因缘造作的 请注意 那个做是造作 借着因跟缘 然后借由造作者把它造作 造作就是作业 有一个业果 这样子发生出来 本来不存在 透过因缘造作业果才显现 那个叫做所作性 情勇无间所发性 就是它以什么为例 以内声为例 你人要发出声音 必须要横隔膜压出气体来 对不对 通过肺部震动我们喉咙的声音 对不对 那个震动叫什么 声带 剧动声带 然后再用口腔共鸣的那个系统的广辖 对不对 来调整 来自己嘴唇的厚薄 嘟起来不嘟起来的那个居的牙齿 口腔 所有这些共鸣的这个关系 而让发出的声音有所变化 所以情勇无间的意思是 把那些发音的结构 凑合成能够出现声音的状态 声音就会从人体当中发出来 所以声显论者就以这个同意 对声音本来就存在 因为如果不存在声音出不来 声音要能够出来是因为相续无间的条件 配合情况底下 声音就可以从人的肚子当中出来 所以那个外道 声显论者的外道就认为 声音本来就存在在人的身体里面 其实那个存在是一种功能性 依照佛法的说法 依照维持的说法 就是种子性 人体有能够震动出发出声音的功能性 可是这个条件必须要聚足合合相应 一时才能够显现 这个叫做情勇无间所发 就是无间相续 让能够发出声音的 声理发音的功能 能够合合一时相应了 声音就会从人体当中发出来 这叫做情勇无间所发性 而这个举例 就可以让声显论者这个外道同意 好 你既然同意 声音在人体里面 可以透过声音的发音结构 就适当的无间相续的配合 一时相应的情况底下 就会发出声音来 你既然同意 情勇无间所发性 就因缘相细结合一时相应的状态 而会发出声音 你既然认为声音是可以这样发出来的 那么它是不是依赖条件 条件不存在 你如何证明声音是存在的 了解吗 如果条件不许可 声音出不来 我也这样主张啊 所以我不需要跟你鲜艳的 就不需要在经验之前跟你同不同意 我跟你根本不是在变 声音在条件发出声音之前是不是存在 我不是跟你讨论这个东西 我先配合你 用情勇无间所发性 只要声音具备一定的条件 一时相应就会发出声音来 可是那是发出声音之后 倒推回去的 由此可以证明 声音可以发出来 我也同意啊 声音可以发出来 可是没有条件相应合合 一时相应 声音是没有的 它不会一直都有啊 对不对 它必须有一定条件 存在合合相应的情况下 才会发出声音啊 它不是一直有声音的 所以我跟你讨论的 不是声音本有 或声音不本有的问题 我是跟你讲 声音是不是由因缘造作出来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讨论这个东西嘛 既然你同意声音 是情勇无间所发性的 是一定条件合合 一时相应才显现 我也同意 立方跟敌方都同意 表示它依赖 条件合合 一时相应才会出现 这个是我要得到的结果 而这个条件 不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它是无常性 大家觉得吧 情勇无间所发性的 那个存在发出声音的 内声的条件 不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可以证明它是无常性 有可以 有 因为我可以证明 情勇无间所发性 也是无常 因为它不是一直存在嘛 所以是无常啊 对不对 它存在了声音才会出来嘛 所以我根本跟你 不是跟你辨 声音是不是本有的 我不跟你辨这个东西 我跟你辨 立方的意见 立方的意见是说 声音是无常的 我没有跟你讲 声音是不是本有啊 我没有跟你辨论这个东西啊 我不需要跟你辨 声音是不是本有 我不跟你谈这个东西 我跟你谈 声音 你是不是能够同意是无常的 我找出你可以同意的 情勇无间所发性 内声只要积聚一时相应 合合条件 发音的条件 声音就发得出来 可是这个条件不许可 声音就出不来 即便声音本有 不合乎他的条件 他就不发出声音 所以声音要不能发出出来 如果要靠这么多条件 这么多条件 又是无常的 所以声音是无常 同意吧 所以敌方就不得不同意了 明白吗 所以管你是生生论 这种生险论 这都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把它拉回来 他依不依赖声音之外的条件 如果声音要显现 或者是发声 发声的意思是 从无到有 对不对 从有到被听见 都是发出声音 可是 如果不管是声声或声险 都要依赖条件 而条件本身是无常 那声音 他要被识别 他的存在就是无常 对不对 我搁住 我搁置 双方 无法辩论 本不本有的问题 我不跟你讨论 本不本有 我跟你讨论 声音要能够显现 声音要能够发出来 声音要能够被识别 声音要能够被听见 他要依赖条件 不管是依赖造作的条件 还是依赖相续无间和和相隐的条件 这个条件的存在状况 是无常性 所以我就论 我就主张声音是无常 我不跟你讨论 声音的本体 是不是本有的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各自不谈 所以为是无意 我是跟你讲 如果由识去了别的一切圆境 他没有正式意 为什么 因为识是分别性 所以识能了别的相分 一定带有识的分别性 所以他无有真实性 他没有恒一不变的特性 他随着识心了别 你成见如何 他就会看成如何 所以你所见到的相分 一定是带着你的主观的意志 因为为识 就是依着识而显现的外相 所以相如果是依着识而显现 依着识而显现的外相 就没有真实意 因为他没有恒常性 独一性 有主宰性 对不对 他总是随着识心转变而转变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跟你讨论什么 我不跟你讨论什么 外境是不是存在了 所以为什么搞了后来 为是家要跟那些 那些不同意为是论的人 讨论外境是不是存在 请问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识心在讨论 外境存不存在 是不是已经把外境这个概念 变成为是了 否则不需要讨论 如果它存在 它就是客观的存在 管不管我认不认识它 管不管我们同不同意它 它是存在 它就是存在 何况为是从头到尾 也从来没有否认 外境不存在 他只跟你讲 依着识所显现的相分色 它没有如外境那样子的真实意义 所以依着识的外境 它就没有外境的存在的特质 外境即便有客观存在的特质 那是它的识 就跟我们今天的圣音是不是本有 所以圣圣论跟圣景论 它主张的本有 并不是为是家 并不是佛法论者所关心的事情 你主张本有是立业的事情 我们现在只要跟你讨论 你同不同意 即便你认为本有的声音 都要依赖条件 而条件本身是无常 所以声音要能够被识别是无常性 你同意吧 我先让你阶段性同意这样 就好了 我各自彼此之间中间不一样的部分 因此我可以让生生论者 跟生性论者的外道 都会来信仰什么 一切法诸行无常 诸行的意思是什么 有违法 只要是透过因缘造作而有的 它都是无常性 就是诸行无常 诸行的意思是造作 因缘条件 借着因缘条件造作为有的 都是无常性 同意吗 圣圣论者就只能同意 色情论者也后来也同意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讨论这句话 了解吧 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说法 不管是所作性 或情有无间所发性 通通是在讲 声音要不要被识别 都要依赖因缘条件 不管是因为本有而被显发 或者是本来没有被造作出来 都要依赖因缘条件而显现 而因缘条件能够让他被识别有声音这件事情 是非无常 不 不是 它没有常性可得 对不对 根本没有常性可得 它不是一直恒常处在于有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子 不管你主张本有 或主张本来没有 不管你主张是被造作出来的 或者是依赖有为的条件 相续存在而显现出来的 它都要依赖条件而有 凡是依赖条件而有的 而条件的存在又不是一致 恒常不便宜的 所以 就结果而论 色情是无常性 色情要能够被识别 一定是无常性 所以不管是声声论者 声音论者一定都统一 我现在已经在讨论他们的过程了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片诗中法 于同品定有 于异品变无 这三个原因 都证明声音是无常 声音是无常 透过什么 透过所作性 对不对 片诗中法性讲什么 声音 凡是声音 都具有音 所以音跟前诚的关系 是一个片诗中法性的关系 对不对 同品定有性是指什么 后诚的无常性 一定要有一部分 是谁 有P是M 无常性里面一定要有 所作性的一分子 这是保守的叙述方式 而异品变无性更说什么 异品讲的是什么 前诚的 后诚的法性 非 后诚法性的 非P的 非P的一定不会看到 是所作性 它一定是非所作性 非P的一定是非M 而片诗中法性讲 凡是S的 都是M 对不对 同品定有性是讲 在P里面一定有M 对不对 一定有M 可是从异品变无性 我们刚刚讲过 非无常的 只要找到一个无常集合之外 就找不到它是所作性 表示所作性并没有一部分 跟非无常有交集 表示所作性全部都在哪里 无常里面 而是间接被推论的 了解吧 直接推论不成立 因为有了异品变无性 所以同品定有性的关系 不管你讲成有P是M 或者讲成凡是M的都是P 皆可成立 这样明白吗 有些理性比较弱的还是有点困难 但是你们先这样姑且接受 这是用我的话来解释原文 好 请看 讲话 应有三相 相者是那个相度的意思 三相就是三个方向 就是从三个面相来去辨别 应的规则是要向三个方面定规矩 才能够作为依据的 片是中法性 通品定有性 异品变无性 怎么要叫做片是中法性呢 片是普遍 中是中体 法是有法 即是前程的中一 就是说 因的性质 要同中体有法 前程上面的中一相片 讲得有点凹口 意思就是说 前程的有法 必须要骗有 因有的所作性 对吧 因所举的那个特性 一定要骗在中法的前程有法上 骗在中法上 因有的第一个条件 因所举备的所作性 一定要骗在哪里 一定要骗在中法前程的有法上 凡是那个有法 凡是那个前程的有法 一定就具备有 所作性的因有 所以因有的法性 骗在前程有法的特性上 也就是说 凡是S的 皆有M的所作性 各位就这样写了 OK 好 那什么叫做同品定有性呢 同是相同 品是品类 定是决定 也就是说 因的性质 要在同类上的事物 决定要有 而所谓的同类事物是指谁 无常 各位注明一下 因为中体主张什么 生意是无常 所以你要举出一个同品 这个同品必须要合乎 中体的后程法性 凡是具备有 后程无常性的那个前程有法 决定要有谁 决定要有所作性的因有 这叫做同品定有 跟前程后程法性同品的 也就是说 无常性 里面一定要有谁 一定要有 他请问他 他这边没有讲骗有 是定有 一定有 用复明的所法 就是一定要一个以上有 其实不是意思 我们就是交集了 要有交集 对不对 声音 在无常法性的集合里面 一定要跟所作法性 要有交集 你如果在无常法性的集合里面 找不到所作性的声音 那这个关系不成立 因为同品要定有 同品指的是什么 无常法性的声音 这叫同品 对不对 具有无常法性的声音 一定要有 所作性 表示所作性跟无常法性有集合 至于 有没有跟 因为他要么跟无常有集合 有交集 要么跟非无常有交集 请注意这二元对地的观念 就是这样子 泛式流量就一直不断的切掉 切掉 这个空集合 这个不存在 这个不存在 把不存在一直不断的杠掉 杠掉杠掉杠掉 看存在于哪些圈圈 就发现所作性只能包含在哪里 只能包含在无常里 本身是不成立的 有P则M 并不等于所有M是P 本身是不成立的 可是加上一品片无性 就成立了 了解吧 所以一品片无性是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好 那什么叫做一品片无性呢 一品片无性是不同 不同于什么 不同于前程 不同于中体当中的后程法性 这都不同 片是完全 无是没有 因的特质 凡是不是无常法性的 就一定不会有因的所作法性 是不是叫这 是不是就是这意思 这个意思你进一步去看 凡不是无常的 就是无常这个集合之外 凡不是无常的 就一定不是什么 因的特质 就一定不是因的所作性 我真的把你们当幼稚园 要同一类的事物 是完全没有的 对不对 只要是无常这个集合之外的 假定有这个声音 假定有不是无常的声音 假定有这个东西 他一定不会有所作性 可是力敌双方都同意什么 只要是声音都有所作性 既然非无常的没有所作性 那表示声音就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非无常的 不是非无常就不是常 就这个意思 了解吧 各位 所以那个逻辑脑袋瓜要这样建立 刚才苹果仙子说 怎么样头脑不要像江湖一样 江湖的意思 通通一样通通一样 只要听过就一样 一直不断的吃嘛 吃最后就变大便 所以满脑子江湖就是满脑子大便 就是表示你对于事情的分别性不清不楚 练习脑袋瓜子清楚 练习脑袋瓜子清楚 就是要练习 怎么让这个 有法跟法性之间的关系 透过因这个共许的条件 能够用这三种关系上来正成 而这关系最重要的是片式中法性 跟异比骗悟性 因为这两个是全称命题 明白吗 用这两个全称命题的关系 就足以推论出第二项 同品定有性 可以让同品定有性 变成另外一种全称命题 本来第二项 因的第二项 只是有P是M 有 它只要存在于有 可是因为加上异品骗悟性 只要一项跟三项成立 第二项就变成交集的 本来是交集而已 定有只是交集而已 无常里面一定要有M 对不对 一定要有所作性 本来只是交集而已 可是因为有1跟3 合起来的关系 由这两个合起来推论 既然P是中法 S全部都是M 既然不是P的 通通不会有M 反正什么 有P是M 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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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M都在P里面 所以所有的P都在 所有的M都在P里面 不是同品定有性的命题 通品定有性的命题 只是讲两者有交集 它会被包含在P里面 M会被包含在P里面 M会被包含在P里面 是被第三项反正出来的 了解吧 所以1跟3项 因1项因3项 才是充分解必要 因2项不是必要条件 只是充分条件 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而已 因为它要有 中法后层跟因的联系性 要有这个联系性 我才能够 比较舒服 比较知道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本来只是有交集 可是有一些部分 没有交集的 我是有疑意的 因为通品定有性 只是这样讲而已 它P跟M要有交集 可是并不全部在一起 那表示有例外 怎么办呢 因3项反正了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就代表什么 因全部在哪里 全部在 全部在 无偿后尘法性里面 明白吗 所以所有的M是P 并不是从同品定有性 推出来的 从逻辑命题上 同品定有性只能够推出 有P是M 他不能直接就论证说 凡是M的 一定是P 不能 对不对 那个Thomas 那个树方学长就举出例子 有藏人是喇嘛 对不对 你不能讲所有的喇嘛 通常是藏人 对不对 前者是讲有交集而已 后者是讲包含关系 可是这两个要有能够被推论 是被因三向反正可成立 我刚刚已经很慢很慢的 让你读要读全文 因为单独论证 没有单独论证的比 我是男人 我的结论并不等于我是男人 我很娘 这不代表我的个性很温柔而已 最后一句话 我是个gay 才让前两句有了意义 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 对不对 所以话要连起来讲 我很喜欢你喔 才乖 那是我乱讲的 所以跟你讲 后面再加上什么话 前面的意思都会变 懂你懂意思吗 所以 还有什么话没有讲 那才是重点 对不对 讲出了什么东西 只是暂时显现 后面再加上什么话 都会把任何东西变圆满 为什么 一切法因缘生 本来只是空性 对不对 你现在以为 暂时显现的东西 就是定有的吗 就是实有的吗 没那个事 既然我现在暂时显现 理解的道理 是这样子而已 如果多一些理解 空性的证件 是不是出来了 请注意 你要把注意力放在 如果你放在有限的命题上 有限的命题 产生出有限的了解 永远都是偏见 当你有周遍的认知 最后总是证明 没有自信可得 只要看到 一法的存在 依赖条件而成立 不管你开始认为有生无生 最后就觉得 它根本没有一个独一存在的法性 或者干嘛需要有这么多条件 才能够让它发生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人很麻烦 信有不信空 可是问题 当你信的空更麻烦 你把空当作有信去信仰 了解吧 空是一个决定的真理 一切法是空 那空是什么状态 空是没办法想象 就像虚空是不可见的一样 你可以用设法的边际想象有空 可是空可不可见 空不可见 空只能够繁显 那个存在的空间 有那个 有那个包容性在 那什么是包容性 不在 只能够被反正 只能被设法的边际性反显 有那个包容设法的空间性 可是设法却不是一个有法 可以被直接认知的对象 空性就是这样 无违法性也就是这样 无违法性只能从有违的真实性去显现 而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法是无违法 那句话 真理都不是可以现见的 他都必须要透过正比量去赐地证程 最后发现 法尔如是因此脱落掉你所有一切 一切正比量的推论跟文师学习的过程 你就入了那个离言自证的真理武器 证物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 所以学习为师比量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不透过这个东西你天生灰指观啊 要进展到讲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 指观就像是打坐 没有五盖的打妄想 没有五盖状况底下的打妄想 明白吧 所以你必须学习正确打妄想的方法 最后自证 如果没有五盖的欺负 打妄想根本不会发生 因为你的身心是动乱的 所以你才会有打妄想的种子 遇到一些扰动的因缘被诱发出来 变成妄想性 对不对 等到你身心 你那灯的身心 调到没有扰动的因缘 身心的本性就是定 哪来妄想 何况你的种子 那个杂人种子 已经被你在过程当中 用一些证件对质掉了 对不对 一旦有妄想生 你知道它是因缘生的 我看着你 你根本没法久住 任何妄想都久住不了 你不必去害怕妄想 妄想在 有距离的 On our home 它就不见了 为什么 它是因缘所显现啊 你有On our home的那种 正观的 持咒的正念力 你心只要移到正念力上 妄想进 没有因缘 它就不能长存于法 所以为什么On our home 能够破一切法 到底是这样子啊 你如果全然的跟On our home 这三个字 法性相应 你怎么会一心有二法呢 所以On our home这个 这个万应咒破一切法 为什么 你心 前提是 心完全跟On our home相应 明白吧 你心完全跟文己信空相应 你心完全跟唯一事无意相应 你的心完全跟一切法如相应 你完全有证件明白 那是说明什么东西 对不对 请问 有妄想是有妄想 妄想是扎染兮兮兮生嘛 扎染兮兮兮所以因缘生了 显现了在现前了 你知道他就是无自信的嘛 对不对 你带着无自信的正见 看着那个妄想On our home 它就不见了 为什么 他如果有自信 他一直会常住 对不对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执行他的任务嘛 对不对 可是他任务根本不久住啊 我心只要住在正念上 有正见为一 妄想境 都只是像云烟一样 无助相可得 对不对 所以我即便没有办法 还没有做到全然没有妄想 我只要做到 正见完全成为 成为一个圣解 圣解之所一 你那个心能够圣解在这个 原体星空 为是无异 一切法如 的正见上 你可以完全圣解所一 你就可以转所缘 明白一切的所缘 全部都是世心分别所限 没有自信可得 离开世心 没有那个自信可得 当你把心 越往正见上靠 那个妄想 越不会发生 即便 一下子 一下子就没有了 那就是吧 当你能够永安住在正见上 那个妄想境 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妄想境不需要对峙 不需要对峙 你只要 你只要去真正 有为是比量 近到真限量 安住其心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正比量就是一个你入到真限量 因为真限量是指观最后的境界嘛 是不是要离言之障 离言之障就是入到真限量的状态 真限量其实本来是我们世心的功能 我们前五世就是真限量 可是问题是 我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心 心就是指第六意识 因为你一定要用第六意识去分别它 一旦用第六意识去分别它 第六意识分别的前五世就有相 什么相 明言相 你就会困在明言相 等于有无上面去辩证半天 但是你如果透过为是比量 一直知道 凡有相者不离自心 凡有相者不离自心 凡是自心为一的一切相 都是分别相 都是无自心相 你慢慢信解它的无自心 当你种子越来越清净 当你的习气越来越清净 你的妄想上不深 你的证件力越强 你心一转移到证件上 妄想就立刻消灭 因为一心不二用 对不对 它没办法具有啊 心一直依在无神法脸的证件上面 一切妄想境就没有发生的可能性 是不是这样子 何必要把它当作食有去对治它呢 所以到了原教的大乘 根本知道你有就好了 可是知道你有的后面 有个抉择会 是会安住在哪里 开始的时候还会依在哪里 原体星空 为事无意 你还要依这个法具 依翁阿虹 你还有所依 那叫别教 到了原教的时候呢 带着这个道理 已经充分明白了 对不对 何况心一注在证件上 心是一片平坦的 一片没有事情的状态 对不对 何必别别去对治 何必别别去对治 它自然烟消云善 一切只是习气清不清净而已 总之有没有 现行是不是在 因为现行在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熏种子 所以至少要现行不准不发生 至少让它后有不照 对不对 现行不发生 那种子被对治 习气要透过计时练心 去让它平静下来 所以只有习气勇清净 才是真正的佛境界 所以我们才会说 整个修行的过程 是先用正见 福现行 用无肉熏席 对治种子 把观念折灭掉 再介绍练心 透过你福业善业修多了嘛 对不对 那些非善业 杂染的种子 所原生的那些妄想境 就根本没有机会啦 所以只有习气勇清净 才是一片清净的佛境界 才是长极光净土 今天所讲的意思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反过来 修行要怎么修行 重视理性的正见 这个时候啊 你的情绪根本没有抵抗 妄想境界的力量 为什么 你还是外道 我们整个脑子 都一些非理性的妄想种子在 还是一堆不亲近的习气在 请问你怎么能够扣打坐压得住他呢 打坐只是不让他生而已 一出定地 心立刻就随境界乱 如果你一直不闻思 成就如理所隐的正见 你没有正见作医 请问你怎么样能够调伏你的现行 怎么样能够无肉熏息对峙你的种子 怎么样能够有动机去修福业善业 能够借识练心去让你的三叶涌清静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什么东西最重要 正比量最重要 正确的比量 慢慢把那些斜 斜见的比量 拉掉 拉掉 你慢慢就不会去窜息他 如果你每天都在窜息他能吃 你以为佛法修得好吗 你每天在串行那些斜见 你每天都不习惯用缘起正观的理性 你都不习惯 请问你怎么修子观 只能透过护法的力量 只能透过外援 我告诉你外援等到你四大分离的时候 等到你成佛那个时候 一样啊 等到你准备暴身那个时候 一切的魔境界就会现现 明白吗 你没有坚定的正见 你根本没有办法伏魔 魔境界完全只有透过绝对理性 清静的习气 正确的正见的种子 才可以降服 不是去跟他硬干 不是去跟他硬干 有人说我去送嫩言咒 可以降服 恶魔种子 可以 那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你把你的心 掉到嫩言经的种子质上 对不对 或者是咒音上 让你心安住一静 就不会有相应扎染的心 其妄想的境界 因此他可以对之妄想 对之外魔 因为外魔根本不存于外 根本是心所变现的 你心给他有产生种子相应的住处 所以他才可以显现 我还是强调 一心不二用 如果真的有能力 让如理作义所以你的作义心 确实让你的心住在正见上 我跟你保证 不可能有邪见所相应的境界妄想圣 不可能 没有那些非理性的妄想 你的魔境界不会有 所以学佛要开悟 要到达见到 最重要的关键是 把缘起清空的道理 把为是无意的道理 把一切法如的道理 确定生根蒂固的 把正比量的思维习惯 建立起来 把正比量的思维习惯 建立起来 用它来折灭掉 用它来抉择 不要向于邪见 你看见到是见到 是以正见来降服 它没有断 是扶住你的一切邪见不生 因为你深信解什么 你深信解 因为你有了正见 所以你深信解 一切不合正见的东西不存在 虽然它还会有相生 可是你有距离的 用你的正见做一 可以看得见 对不对 这叫扶 先扶住你的妄想 所以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学佛最重要的是正见 不然正见不会摆得八正到最开始 有的正见做一 才有正思维 正思维是有志向 想要自求出离 对不对 你才会决定以正思维 决定以涅槃为上手 要以涅槃为上手 你必须要有无上菩提的方便三角 对不对 这两个条件具足了 才会有正与正业正命的戒 戒是依止于什么 正见跟正思维 正见是因为你有绝对的理性 正确的理性 正思维是你决定出离一切的邪见 决定出离一切的杂忍 你那个心是决定见 对吧 然后进到圣界所依的正与正业正命 如此正经经的保认 就会进入正念正定的一种生命品质 你安住在八中道 一切就无忧了 那是一个解脱的状态 解脱就做个八中道 真的 法门有很多 道理就这一条 好 过点了 今天我们就把 应有三项消闻过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回来看 义贯 乘贯阿瑟黎他的归纳 他的归纳呢 我们就会演绎出 两套 有P者M 凡是所有的M都在P里面 的两种论述 是次第成立的 怎么样成立 我刚才已经用口述先跟各位明白了 所以你们带着这个明白 回去再去看我的贴文 会比较更容易看得懂 才不会在那边乱做答案 做了半天 还是答不上我的话 到底我要问什么呢 就是问这个东西 好 等一下 好 堂上直播跟线上的学长请合掌 随我身称弥勒佛圣号及归一回向文 南无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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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学修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不愿成立诸众生 术王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一切都要良心 和奥赫萨 你不论 一切都立刻了 这一切都要预测